这背后的照片就是PDF战士斯盖省 以韦特兰镇为基地的革命组织 叫刀吉眼镜蛇部队 发布了军事训练的照片 有人已经在战斗 也有更多的PDF战士正在艰苦的训练 准备投入战争 人是越打越多 你看就是他们4月18号的照片 而缅甸军人是人越打越少 得道者多住 失道者寡住 这背后的照片就是 昨天4月26日下午一时许 斯盖省的PDF雄英旅的团长说 他们用了无人机轰炸了普莱镇 因马赫提村标缩体的营地 造成了军方的伤亡 现在军方就是对无人机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们看到无人机的战斗力 在现代的战争当中取得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NUG政府刚刚宣布 我们背后这张照片 就是证据和具体的数据 今天国防部长说 2023年结束独裁统治 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口号 经过适当的组织和准备 发出的战斗的口号 它是真正的战斗口号 革命的人民已经看到了听到了 白手起家的满血复活的PDF 人民国防金现在已经是水到渠成夺取革命的胜利 自2023年以来 全国几乎每天都在开展战斗行动 从今年的1月1日至今 PDF人民国防军及其联合部队 进行了有效的战斗 夺取了敌方的44个营地 袭击了军方的空军基地6个 袭击了兵工厂9个 NUG国防部宣布对敌人总部进行了11次的袭击 革命正在全速前进 人民正在反抗缅甸军人独裁者的暴行 即使我们面临财富和生命的牺牲 我们也不会动摇 我们将在这个独裁者统治下被彻底击败的决心 这就是宣言啊 缅甸NUG领导下的人民国防军的宣言 也是对缅甸民众的鼓励啊 我们拭目以待 接下来的战况 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感谢大家继续的点赞评论转发 让更多的人知道缅甸的真相 我们下集再见 这是可灵养光慈善组织又在做好事啊 之前是提供了食物啊 这次是给这些难民的孩子们提供了服装运动装啊 让他们感受了湿湿温暖 也让我们孩子们对未来更有信心啊 可灵养光真是好样的 这是这两年牺牲在缅甸军人统治下的 这些无辜的民众或者PDF战士 得到了很好的安葬 这就是缅甸民众的态度